但是虽然说他们两个啊 一直到这个 一直到25分左右 他们俩才见上面 而且是因为就是王和帝的这个上帝视角啊 但是呢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奇怪的点在哪 是啊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啊 就是很就是 关系不错的朋友 我觉得好 那个如果我是王和帝的话 我看到就是那个 我有熟悉的人在对面啊 我肯定是会给他打个招呼的 对吧 包括之前啊 王和帝他 你那个在那个好溜里面啊 他直接有问过孟子一说啊 为什么我微博之前给你打招呼 你都没有怎么理我 怎么怎么的 说明他是怎么说 他是就是 他会很直接的问出来那种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 他跟沈月真那种很普通 很没有什么其他感情的朋友 王和帝是会直接就是啊 沈老师 但是没有 看 啊 你看就是他已经都已经就是注意到了 但是他们两个都好像就是说很沉默 为什么 我觉得不是不该是这样子的 啊 来你看这见面了 对 沈月他去找了这个小蜡哈 这个很正常 他们两本来这关系的很好啊 但是呢就是说很奇怪的是啊 王和帝他就一个人处这看到了吗 他就一个人处这 他就对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social 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处这了 他就处在这了 我不知道他处这干嘛 他也不跟别人说话 你看就是沈月跟小蜡站一起对吧 啊沈月也在social啊 沈月也在打招呼 好 但是我就觉得啊王和帝一个人处着就很就很奇怪啊就很我觉得不是他这种性格的人会就是有的那样状况哈 他真的就一站这儿他也没有什么social 然后沈月在这儿啊他就在这儿他也没有说跟别人去打招呼哈有没有说跟王成勋两个聊天啊玩的你就他就处这儿他就一直处这儿就很奇怪啊很奇怪反正我是没有啊有可能是打了招呼剪掉了哈但是就是节目里呈现出来就是他只跟人科打了招呼还是处不那了 来注意一下小蜡的表情哈 是人民币能5000块吗 不然呢 好他在看谁他在看谁他在看沈月他为什么看沈月他是听到了什么觉得他听到什么那沈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你看他可能他是听到了他们两个对话之后啊有一个就是这个迷珠微笑啊然后这儿剪的稀碎啊剪的稀碎 本来是大家正是说来就是看自己住的哪儿对吧好男生看了然后女生他也是说住在哪儿然后呢就放了一段啊放了一段回忆啊然后放了一段蜡木的单人采访单人采访之后我以为哈下一趴又是他们那个在住就是在那个大工夫里面聊天哈但是没有就是说下一趴之后你跟他什么时候坐这儿了他什么时候坐这他什么时候又站在这儿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就很奇怪啊他们 他们是什么时候就是到这个地方来的他中间到底捡了什么然后还有这儿啊沈月他其实一直在看王河帝啊你看他没有看他没有看注意他没有看拉木他在看王河帝了我天老爷我青天大老爷他们在他在看王河帝啊他在看王河帝什么姐妹你好陌生他在看王河帝我的青天大老爷然后就是说这个王河帝有点偷的藏不住啊偷的藏不住偷的藏不住来你看这儿他在看谁他在看谁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是说 说想邀请沈月加入啊加入他们对你看他在逗他啊他逗他然后沈月走了看到没他走了他逃走了开会了啊开会了这一趴我觉得很好评非常的好评 就是说这个氛围感拉满啊并不是说他当当我们面就是来就是亲个准我才觉得很好可不一定啊先注意他们俩他们俩的座位啊对对着坐的啊发现没他们俩是对着坐的啊对着坐的啊看这儿啊看这儿啊 请问小姐姐你在看谁啊你在看谁你在看谁我天老爷在看谁我青天大老爷哈你你在看谁我青天大老爷我都不想说 0.5倍速再欣赏一下欣赏一下欣赏一下别跟我说他们两个不熟什么不熟啊敲咪咪的啊你戳戳的来这儿 为什么我说我那个沈月现在看王鹤帝啊来注意他的眼球变化注意他的眼球看这儿才是在看汪苏楼啊刚刚那一下都在看王鹤帝啊为什么可能王鹤帝也在看他啊来你看吧说话也要看着人家沈月说啊对面他就是做的就是沈月啊看吧这个清澈的眼神啊你看了我都不想说哎呦我的青天大老爷来这儿啊这儿下一个镜头 小哥哥小哥哥你又在看谁我这儿我不想说来5倍速0.5倍速 怎么给压力啊 鼓掌就算了小哥哥王鹤帝你又在看谁我天我真是不想说哎呦我真不能细巴啊越细巴越有问题啊王鹤帝你在看谁 你在看谁我就受不了 这个时候才是他们两个的就是明年上的第一句对话哎呦我真不理解 怎么可能啊明年上第一句对话在这儿都已经我看都已经有一个小时了我骚刚啊我那个骚刚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啊 然后他们两个小动作之多我的天呐弹幕都在说他们两个终于对上话了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看他们小动作之多你看王鹤帝这个凳子展的有移的耶我的天呐来看看看那个凳子移的嘞啊我真是不想说啊然后这儿啊这儿沈月也选了 徐志胜啊就是说三个人呢那个时候三个人去就是跟想跟徐志胜搭档哈 这儿我越见一个酷拽的发言哎酷拽的发言啊 啊我自然嗨啊 啊CC啊CC总是一个CC的一个大状态哈 放VCR的时候我真是不想说 小哥哥你什么表情啊你的耳朵为什么这么红 你是怎么了就是每次看谁约谁都会一整眼神就感觉不一样啊很不一样 好这个呢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就是在看他自己偶像查姆斯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眼神 然后就说这个哎呦我天呐这个不好刻吗我的青天大老爷啊你们到底要什么才觉得好刻啊这个这么宠溺我天 好啊就这个地方啊上个热搜对吧王河帝好了解神月啊我也是说就你就显得你知道了你那是编导专业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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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说说在回应王河帝哈他们两个就其实有过这种 隔空对话 好那你要说他们两个就是那种真正的 坐下来静下心来好好的交流 好好的聊天没有 好他们就就就这种地方才会有一点点的小沟通 就是亲友很打抠啊 来可以注意到沈月他其实是站在啊 这个桌子的偏旁边一点啊 来注意啊这是个知识点知识点 这样看王后帝的眼神注意啊 来我刚说了沈月他在桌子的旁边一点哈 所以说你看他又在看人家 看了没刚刚那一下再来一遍 看了没啊真的很难暂停啊 就这一瞬哈 就是些这些小眼神真的很好磕 你看下一秒马上又看回去了 他就这种 他就是这种0.1秒0.2秒的时候 就可能就看一下沈月啊 刚刚包括就是面对面做的时候 也是啊这样子的 这是因为吉娜跟那个王子琪都没有 都不要那个那个徐志胜啊 然后徐志胜就是想跟沈月组队啊 然后导演组就让沈月做选择哈 然后这个时候王后帝在干嘛 他在那写写画画 大家都在你看 他都在关注 就他在那写写画画 这啊他看到蜡木雪黄景瑜哈 他是很那个的啊 你看他直接就说了发现没 他直接就说了 我的重点是 就是他每次看到沈月跟别人有那种接触的时候 他反而是不开枪的啊 用死圈外来所知他不开枪 他点门气啊 他那边闷着 包括客栈的时候 他也是起哄起了一半 他就不说话 对就不开枪了 他不会去问沈月 他也不会去直白的表达这些东西哈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这个才真正的啊 吃醋啊 他跟刚那个不稀稀是一样的啊 好来喊全民文学 这个沈月啊 还是当初的味道 当年的味道啊 就是真的 就是说一个爷亲回的大众的时代的眼泪啊 时代的眼泪 就是听 就为了听这一声啊 沈月 对了 就这种感觉啊 对 就这种感觉是对的 好 然后在这纠结的时候哈 就因为就沈月他说他想 就是要不要跟徐 徐医生组队的时候 你看大家都在劝他不选 然后王和丽也加入了让他不选的这个阵营里 为什么 不了吧 好 这个他是让他突然说了一个不了吧 他也说别选 他也让他不选 好 来看这个小眼神 又回归到那种啊 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的那种清澈的那种少年感的小眼神啊 这个眼神真的就是他在看沈月 才会有的啊 然后这个笑 这个笑容也是多么的人畜无害 多么的纯真 多么的天真啊 这个真的又跟他看 ZAMS的表情也是一样的 好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啊 我真的觉得很满足了 这有什么不好 这么好嗑啊 就端端这一期 你们想看什么呀 你们想看什么呀 你们想看他们两个就在这个雪地里打 打架还是说什么啊 有可能下一期会有哈 都在劝他不要 然后王和丽也加入了 让他不要不要选徐 其实是他们的阵营 不了吧 我还是留在舒适 啊他就没选了 就是说看嘛 他们这种隔空交流就很多哈 反正就到这啊 明天这个就再来锐一下啊 再来锐一下 看看明天的那个运动会 有没有什么好 就是那个什么一点啊 卡丁就先到这